欢迎收看今天的大爱会客室 我是碧秀 正清发的继母阿菊 是一位对宗教信仰很虔诚的人 也对大自然的事物有很多的感知能力 演员潘亦如在剧中有一场戏跳祈福舞 他必须穿着厚重的衣服 在大太阳底下一遍又一遍地拍摄 刚开始的时候潘亦如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和导演讨论过阿菊的特质之后 渐渐地才放松下来 潘亦如到底是体会到什么 让他越来越明白阿菊的内心事件呢 从化妆开始我就慢慢地让阿菊就是 开始上我的身 我觉得他的服装是最有特色的 就是会有那种穿越的感觉 其实他在这个里面啊 你会突然觉得他跟某一些东西是不同的时空 他是重叠在一起的 他只要穿上那个衣服他就是阿菊 从化妆戴假发穿上戏服 潘亦如由外而内一步一步成为阿菊 而接下来的这一场戏 使阿菊透过舞蹈向天汲取能量 潘亦如会如何演出呢 没有原地但是你的动作大一点 原地但是你的动作大一点 好 动作大一点 还是用有太前 对 不用太前 可以走一两 可以走一步啦 可以走一点点 对 然后对对对可以 但是不要一直转圆圆 好吧 你今天可能比较辛苦 你这一套可能要跳三到四 要跟天汲取能量 你等一下这个转手不能再高一点 高一点转 在这里转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应该说一刚开始还蛮紧张 不晓得到底要怎么表现 那随着这几个月跟阿菊的相处 今天我呈现的就是我觉得我对她的感觉 就是 因为她还是有一点特别 所以她会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可是她毕竟 不是真的要展现一个舞蹈戏的感觉 哈哈哈哈 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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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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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准备 我叫你转再转 来 来 五 二 三 二 转 夾法整個掉了 我剛才有感覺到我在轉的時候 然後先是它那個浪了一下 然後我覺得有點怪 可是又覺得不對不對繼續轉好了 然後再轉 然後就感覺到整個夾法可以走了 有 剛才有在想吃 好不好 好 來 三 二 我覺得阿娟她其實是非常堅定的 因為她苦雖苦 但是因為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也知道她自己要什麼 所以那個東西的堅定 不只是顯示在她的內在 也包括她的身體 有幾次我稍微有比較動你的感 然後導演就說 不要搖頭晃腦 所以我想說 好吧 那應該就是這個路線 對 不然的話我自己其實是那種動作很多的 欸欸欸欸 OKOK 就是我本人其實是那種肢體派的 拉拉手 來 試一遍 哎呦 三 一 二 哇 可愛 這不是要給你吃的 這是要給我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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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這件跟她 跟對她來說 因應很大的一個 因為魚 在他們家裡面是很難得有的 然後又是 素菜之外 唯一的 肉食 所以 以前她媽媽就是 你愛吃什麼 你就吃什麼 你隨時都可以吃任何東西 然後一定也第一個拿給她 而且我們家 可是我是第一個 不讓她吃的 我是不知道 你們家以前有什麼貴旗 但是從現在開始 小時候人家賣 都要給我吃的 如果要吃 就吃你們爸爸和你們大兄吃春 你知道嗎 可是在我的想法裡面 我就是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不在做人家 我自己吃魚 這是我的觀念 也是我的教導 其實就產生了一個非常大的 很大的誤會 我可能是要搶給你們家吃吧 哼 我不會講 我其實有一個設定是 必須要對親發很嚴格 那不然她不會成氣 因為她以前就是被寵壞了 然後她其實也是有她的天命 可是如果她一些自己的官沒有過的話 她其實就沒辦法達成那個天命 那我設定我收到的指令是 我必須要這樣對她 而且我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所以包括有一些外人來怪我 來找我 其實我也不能說 那我也不能讓別人知道 其實我是很愛她 愛要及時地說出口 尤其是面對自己想關心的人 就像是繼母阿橘和鄭清發 當清發的爸爸過世之後 阿橘就背負起照顧鄭家四個孩子的責任 但是卻跟清發產生了誤會 彼此的關係降到了冰點 這個阿橘多麼盼望清發 可以喊自己一聲阿布 這個心願可不可以再晚年實現呢 其實整個劇組在經過五個月的拍攝之後 潘亦如跟阿橘的心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懂得她的渴望 也理解她的隱忍 所以要跟這個角色道別的時候 潘亦如說真的有一些捨不得呢 我覺得很多時候應該說身處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你可能會看到完全不一樣 那...對阿橘來說 其實她從頭到尾都很愛這兒子 對阿橘來說其實她從頭到尾都很愛這兒子 對阿橘來說其實她從頭到尾都很愛這兒子 走掉 走掉 只是因為沒有用這個兒子期待的方式來愛她 然後這一場是... 等於是我快要走之前 然後我才把他們叫派 然後她就終於來看了 我來了 因為當演員跟這個角色越來越接近的時候 其實我也在體會這個角色的心 那所以當我越來越接近她的心的時候 其實我知道她有多麼渴望 這一份愛可以被領及 來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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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眼睛看到青髮 我就開始覺得... 很重要 對啊 因為... 我覺得... 她幾塊要走 那她最不放下 最放心不下的這一個人 就是終於來看她 為她默默付出了一輩子 但是... 這是我最後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能夠跟她說一點真心話 對 所以... 這個感覺好... 應該很瞬間 突然就是... 一直... 一直跑進來 好...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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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那一拍我已經跳到最後了 然後... 所以... 在戲裡面我也希望她懂我 然後... 所以戲外我就... 突然決定... 嗯...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可以告訴她 我心裡對她的設定 所以我就把她叫到床邊 然後... 跟她說 告訴了她一些我深藏在裡面的秘密 不管是對角色或對演員來說 我都沒有告訴她 對 然後可是我選擇在那一場戲 我臨死前的那場戲 然後也是我們和好的戲 告訴她 就是戲裡戲外 我都在跟她說真心話 那道路人 那道路人 笑得要被照顧 那你給她想說話 你怎麼會跟我講啊 啊... 對 我是... 苦痛症 才會老苦 咖 我 給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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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我覺得剛才... 媽媽喜歡你 你自己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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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阿芹媽媽謝謝 經過五個月的拍攝 潘易如即將與阿菊角色 說再見 殺心謝謝 吃飯 來放飯喔 來放飯喔 喔... 殺心耶 謝謝 又一點殺心 殺心耶 對... 對阿... 我就說就像有一個好朋友 一直形影不離的 你跟他一起旅行四個月 所以你們之間一定有很多的交集 那... 嗯... 現在要慢慢再回到完全的潘易如即將 要給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嗎 哈囉 我是潘易如 請大家持續收看大愛劇場 清風無痕 而精彩的幕後花絮 也都在大愛會客室 感謝您今天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見